他拿水就潑了這個顏村佐的外套 而當時呢這個副市長顏村佐 就隨手拿起了文件夾來反擊 當時的場面是一度的失控 蔡議員 剛才你講很久也講很多 平常 你今天是帶回主席喔 你怎麼站出來制止我講話 平常講我講很多講很久 平常 平常 今天是一個議會耶 平常啊 請你道歉 道歉 我不會道歉的 副市長一句道歉來市議員拍桌 還進一步衝到副市長面前 眼看氣氛火爆 主持議會的議長宣布休息 但還是爆發衝突 在場的議員們趕緊上前勸開兩人 會爆發衝突 背後原因其實是小型工程補助款 原來原本的台南縣 每位先議員都有450萬元工程預算的主導權 但合併之後 市政府打算將這種主導權收回來 引發部分議員不滿 市長賴清德也因為跑行程沒有到議會說您 更讓議員覺得市長不尊重議會 這場衝突最後是副市長道歉化解 但恐怕附會關係還得持續磨合 民視新聞台南綜合報導 台大今天展示了一項新的醫療利器 這個利器就是說這個儀器裡面 只需要透過體液跟晶片的判讀 十二分鐘之內能夠檢驗出說 你是不是得了癌症還有腸病毒 而且臨床試驗的準確率高達百分之百 採集檢體檢驗是否得了癌症 以往需要三天到一個禮拜才能知道結果 現在台大最新發明就是這一台V-SENSOR 號稱只要十二分鐘就能知道檢驗結果 直接整個搬過來 它就整個把樣本從這個樣本 Sample Loop裡面直接流過晶片來看 十二分鐘直接檢查這個裡面的腸病毒 那一般都必須做這個病毒培養 還是做基因檢測需要到三到五天 所以你的小孩子到小阿科悶診的時候 可能需要這個一個禮拜 那一個禮拜如果是七十一醒的話 已經錯失這個就醫的一個實證這樣子 包括腸病毒在內 子宮頸癌 肝癌和流感 敗血症 都能透過體液 血液 唾液等等 讓病毒呈現 這麼神奇是因為傳統的檢驗是用光學技術 但台大利用電學把病毒通通電子化 十二分鐘之後 電腦會顯示曲線圖 就會原形毕露 準確度目前腸病毒七十一型 跟子宮頸癌病毒 這個Sensitivity 也就是說所謂的精確度 可以達到100% 這項發明 台大已經通過人體試驗 台大校長李四成 和台大醫學院院長楊潘池 驕傲地向國人展示研究成果 未來希望能和筆電手機結合成為方便的檢驗儀器 我們先從組長這邊開始實習期 然後會經過我們研修中心 台上主管解說聲線管道 台下這群穿西裝套裝的業務員 忙著抄筆記 大家都希望授訓後兩年內能當上區經理 挑戰年薪百萬 而且這樣的機會 越來越多 之前不曾參加過受險業 但是有過行銷經驗 金融啦或者是其他的服務業啦 地產業啦 餐飲業啦 只要您過去曾經跟客戶接觸 那有過行銷經驗 都是我們熱誠歡迎的對象 看好年後換職潮受險業 要上房仲汽車業搶業務人才 光五大受險工資 平均增援目標就有五六千人 預估全台需求超過三萬 有的公司打出培訓期間 每月有1.5萬到2.5萬補貼 有的主打創業制兩年九個月內 能成立自己的通訊處 那一抹田其實就是說好像你創業一樣 那麼我們提供完整的一個名單 那麼你可以耕耘屬於自己的事業 業務員你有沒有興趣 嗯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受險業已經飽和了 培育獎金你有沒有可能考慮 會考慮吧 如果到我畢業之後還是這樣的話 如果你自己可以拼業績的話 那當然這個就是高獎金 這個的確實還不錯 雖然對於當低底薪高獎金的 壽險業務員 有人有興趣有人觀望 不過壽險業今年大幅爭彩 也秀出了景氣真的回溫了 明日新聞網站 蔡明正台北報導 要過年了 今天早上交通部提出了 春節書運方案 到時候台鐵會加開465列次 那麼高鐵除夕到初五是全車對號 另外高速公路的部分呢 實施了部分時段高承載管制 在晚上12點到早上的7點鐘 完全都是免收費 另外在空運的部分 國內線推出了1827個航班 要在春節的時候全面來應戰 迎戰春節書運交通部準備好了嗎 鐵公路跟空運風景神經 鐵路部分出夕到初五 全線加開465列次 台北花蓮尖峰時段 22列對號區間快車 也加入書運行列 高鐵除夕到初五 全對號暫停自由座 公路部分2月2號除夕 上午7點到12點 南下部分路段高承載管制 初三 初四 上午9點到下午3點 則是北上部分路段實施高承載 另外初三 初四 國道部分北上入口扎道全天封閉 部分扎道更是雙向封閉 初夕到初五 凌晨0點到7點 國道暫停收費 空運部分 書運國內跟離島民眾 民航局一共開了1827次航班 兩岸線正班機1480班 加班機245班 八成航班集中在1月28號到2月10號 但大家關心的遠航 到底能不能加入春節書運行列 我們還需要檢核它一些事項 比如說財務方面 還有它的業務方面跟營運方面 都還要再檢核 所以目前無法確定 它是不是能在春節期間赴飛 計畫能不能趕上變化 到時就看交通部怎麼應變 民選文中會員李澤民 台北報導 說到交通兩岸航班對飛以來 經常被批評說這個票價實在太貴 現在兩岸協議監督聯盟表示 最主要的原因因為是 兩岸民航業者能夠經營 是缺乏相關的競爭 所以他們要求必須引進 第三方的航空公司 事實上這個談判的模式裡面 有非常多非常多 隕含著非常不對等的模式 尤其是這樣的談判模式 隕含著非常有可能隕含著 業者壟斷的烘台票價 犧牲民眾權益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我們要求呢引入